范文芳夫妇尽照曝光,47岁容颜如少女,牵手19年依然如胶似妻。 提起新加坡明星,相信最未吸睛的大概非他俩莫属,神雕侠里范文芳和李明顺,长期号称新传媒金童玉女。 范文芳清丽的外形,高挑的身材,优雅的气质,很受欢迎。 1998年6月在新加坡版的《神雕侠里》中,李明顺和范文芳分别饰演了俊逸的杨过和娇美小龙女,一时引起观众的热烈追看。 他俩在剧中艳神缠绵,在现实生活里也是一对啊。 。 范文芳,1971年1月27日出生于新加坡,新加坡演员歌手主持人,祖籍广东惠州。 李明顺,1971年7月23日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,集贯广东潮州,新加坡籍男演员,歌手主持人。 。 1998年在曾获红星大奖台湾最受欢迎男艺人奖。 因为同属新传媒艺人,俩人早就熟识,多次配戏全面了解之下,终于弄嫁成真,2009年的5月,俩人宣布结婚。 。 2014年7月23日,李明顺和范文芳的独紫色,降生,和李明顺同一天生日哦。 。 一个是失诚第一美女,一个是新加坡第一小生,一哥配一姐的爱情并不常见。 更难得的是,这对爱情长跑冠军一直是飞闻绝缘体,对媒体大方承认,荧幕上大胆演绎。 。 李明顺对着镜头真情告白,我们从1995年认识,合作了很多电视剧,当初一直不敢追求你,现在我们终于结婚了,接下来的生活你不用担心。 。 李明顺表达要一直到老。 。 范文芳和李明顺经过近一零年爱情长跑,结婚八年,两人依然如交似妻,更成为新加坡国民夫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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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